好, 又是麗行做電影官後感 本來在電影大堂 就像網上一樣的電影大堂 即時錄錄了一副 但發現真的很差 所以回到網上發了一副 拿了一點意見 然後再講講 放心, 大家知道我開咪 開咪不會長 十分鐘左右 同一樣, 之前我不會做任何研究 就兇著腦中去看 但有個題目一定要講 雖然我這樣做調查 但無意中在網上看見 一些文章, 有人分享一些 有識知識就在這裡講 明明醫生不一定解釋博士 因為醫生是醫生 這位主角真的有醫生 應該不應該不叫醫生呢 叫博士就說名字不對 看這些文章, 留下眼就算了 就是我們香港或是華人家 愛好動漫特色的有識知識 你這些東西懂得政治正確 那Caman Rider 被人喊了無面超人這麼多年 喊到什麼都超人 人家Superman那個超人就沒有人理 喊到現在連高達都是一個蒙了面的超人 那些你又不是政治正確 所以我們香港所謂動漫文化的 或是ACG所謂高手 或是你這些界別 是會被人看小幼稚 就沒這個意思了 你那些鬼佬東西懂得去支持 然後其他人又有雙重標準 這些觀念都很大猶龍 我們這些華人界 是被人看小幼稚 我們有識知識都不做事 靠我們這些傻佬去勾言 我讀了少許英文都不懂 這個怎樣讀 自己讀 神經病 好 提話說完 好 電影本身 當然感情線去我女主角那裏 輕輕 不會太重 同時在醫院做事 自然的一條線 這些感情戲 整套東西很超和風 當然他也是用現代的觀感 但鋪排上全都很超和 適合我的老鬼 一樣 主角有個醫生 但是天才外科醫生 神經科醫生說很厲害 整天拐殘博士 什麼手術都難去不到 難聽說的 是活該死的 下這麼大雨 駕駛一部靈車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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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要打電話 實施撞車 撞殘對手 跌到人身低谷 再去拜師學藝 再爬起來 這個符合所謂英雄學的脈絡 以及主角光環 一個天才外科醫生 所謂被損之人 天之充滿 人家拜師說幾十年都未必學到 這個醫生 撞殘了這一大輪 再去學藝 說繁文用Google翻譯 但是那幢書 學得這麼快 他離開了醫院 跟女生分開的時候 如果他去學藝 用了幾長時間 他沒有交代 即是說電影世界 你不要用漫畫的比 在這個位置 有些範博代令 會覺得 這麼容易學到的東西 這麼快 當然 他一樣是說 如何塑造反派 師傅跟師兄對決 師徒之間的感情 跟兩個師兄 一個師兄 一個就是反派 OK的 完全是很傳統的英雄片 剛才借一些網友的假釋 當是未來的 所謂復仇寫聯盟的人物介紹 是要看的 如果不是在打後的復仇寫聯盟 你會看得很亂 但是 其他事情 在打後的電影 看見了人物仇寫 要注意他有沒有帶這條鏈 因為他這裏本身的介紹 他這裏就是在之前說 復仇寫 他這裏本身是靠一粒石 所以才有生命 他就是那幾粒藍術 其中一粒 他在電影後段 其實是這麼大 這麼厲害 扭轉時間 其實是借一粒石的力量 如果到時候 你在後面的電影 出來發現 為什麼他下跌了這麼多 沒那麼厲害 那就證明你沒有做功課 反而這些功課要做 因為沒有打粒石 他只是靠自己的法力去打 一定沒有這套電影後段 那麼厲害 當然大家經常在這裏說 去師傅 古一 經常說英雄 這樣也好 也好 雄之爺我很支持 我也很支持 兩師徒之間 經常去師傅和教他的人生道理 或者是講過世界觀 其實就是很超和風 又是原始超和風 就是怎樣放下自己 他要得不得去輸 犧牲自己 跟現在所謂時下流行的英雄學 是兩回事 因為一般現在的英雄學 要強 甚至不介意外掛 總之變強 很傻碎 很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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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叫英雄 但他就反轉 根本高興一句 到底 夠煩就會贏 連那隻宇宙大魔王 又是超似原生物 超似原存在的全有蜜 沒得打 煩到他要自己贏 這招 好了 隨便說了 當然整個電影那些 你們有興趣自己看 細枝脈絡不說 如果你說要說到 個人覺得不舒服 是甚麼呢 就是現在的CG用得太濫 太方便了 當然你說 譬如說 一些場景 每次打這麼大布景 很貴的 清空條加給下 不可以的 用CG 可以的 但慘了 畫面很豐富 樓樓轉來轉去 嘩 你真是看2D版 沒有看3D 會暈的 還有就是那樣 他也是預料 要你第二天去買DVD 或者Bullway 逐格在那裡 因為你在戲院 你一個正常人的腦袋 和眼睛 我相信沒有人能夠 即時消化畫面 太多東西 那些東西轉來轉去 整個城市都摺了 大佬 最尾就是經常被人救病 特別是香港人救病 最尾就是 最尾一場 在香港脫街大戰 這件事 真的不要說別人了 那麼我們香港有什麼威風 人家還是停留在一個 所謂的蘇士網年代 或者在一個很錯誤的觀感 這樣覺得是香港不奇的 那麼跟我們香港算得是什麼 那麼實在市場 人家犧牲我們的感受 去博取大多數的影響 這些Marketing的事情 正常做法 在70年代 為什麼蜘蛛俠會來排康樂大廈 因為犯罪集團在大樓上 全港最高的地標建築 當時康樂大廈最高的 就是犯罪集團的總部 阿杜姆子羅拉在香港飛飛飛飛去 為什麼 整個城市就是犯罪集團 控制了 整個城市就是犯罪集團 為何要站在郭金頂 是犯罪集團的大樓 我們最自豪的郭金大樓 在別人眼中就是犯罪集團 這次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因為他打的不是黑社會 只是輕輕利用外國人觀感的 所謂香港街景來打 那算是給面子 即是沒有踩多香港兩腳 是很給面子的 還有相信如果一些外國人看見 這場戲 會有興趣來香港玩 覺得幾特色 但來到一定會失望 原來不要帶回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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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套戲其實就是人物介紹 當是 不熟漫畫的人 以及為電影鋪路 這樣就可以了 最精彩當然是 他師兄這裏 最後的意見和他分開了 然後去城祭祭師傅 做地球的次元首位者 所謂的 即是我這樣叫 做了地球牧師 OK 他不會一下 他這下的編劇是做得漂亮的 所以他不會把東西 一次過聚集很多東西 解決了他的危機 然後完了 那些東西散開 等到那個爪跌下來 如果不是強成這樣 又有這麼強的師兄幫拖 沒得打的 沒得玩的 將來的東西出來 沒得玩 這個就是 所謂 動漫裏面 或者特色裏面 很多時候需要用到的手法 一次事件裏面 如何有些東西匯聚集 一個力量 解決 那不是主角 噗 聲變得很強很強 很強 再說 近年 好像我們看Rider 有一個 因為他就這一代的青少年 他的主角就要不停變強 變強 即是大家經常說 那個傻子 還不是神 你打後面就沒得玩 那些路線 會更加 再打後想 再有一些 再續編的 或者再比出場 會覺得故事 拉得很亂 神啊 沒得玩的 所以其實 在傳統上 所有編劇都會 用心思 如何在這次事件 主角 所謂變強了 或者有些人幫忙 去打粒石 有師兄 解決了 然後到這些東西散開之後 這些東西都放下 那他就變成一個 低低一點的青熊 那下一次 要故事才進去玩 要不然你出來 屈肌 沒得玩而已 怎樣打 那這些所謂 觀眾的質素 以及會不會看戲 那麼 就這麼多 當然會有很多人 會用一些很奇怪的角度 去想事情 不知怎樣 為何會 不免得這麼厲害 突然就低級 就會低級 大哥 那麼厲害 吹到行不行 還有幾件事 編劇才是真正最大的神 玩完 他要你高就低就低 Yeah 對 對